觀眾朋友晚安 來關心天氣狀況了 今天真的是好熱啊 而且雨也下得好大啊 甚至是在傍晚這個時候 台北市的雨還持續再下 真的下得又多又大 那今天確實就像是 夏季的典型天氣形態 又熱雨又多的 我們來看今天最熱的地方 也在台北 台北的士林附近飆到了38度 另外屏東三地門37.8度 我們要提醒明天這樣的持續高溫 還會熱下去 從高溫資訊上你可以看到了 除了在雲林的部分是最熱的 雲林是有機會來到了38度高溫 其他的縣市的話 除了宜蘭還有苗栗 另外就是台東 任何的縣市都是亮起了橘燈 也是代表有可能有36度以上的高溫 也因此紫外線是非常的毒辣 我們來看看 這個紫外線包括了在花東地區 另外就是嘉義以南 還有澎湖跟金門都是亮子燈 代表是紫外線有達到危險等級的 外出防曬補水的工作一定要做好 那你會好奇啦 明天還會下雨嗎 其實明天還是會下 今天晚上水氣慢慢的減少了 但是明天一整天主要山區 都還是有可能出現瞬間的暴雨 近山區的平地 雨勢也會比較明顯 所以幾個懶人包 我們還是要提醒大家 這白天比較悶熱難賴 而且週五過後是會下雨的 記得就要帶傘出門了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